今天汪汪队没有任务,毛毛她自己跑到了森林,小伙伴们怎么还没有来呀? 毛毛她是自己跑到森林,但是她希望伙伴们能够追上来,哈哈,看来只有我跑得最快。 可是让毛毛没有想到的是,小丽她也非常迅速地跑到了这里,毛毛你跑得倒是蛮快的嘛,对呀小丽,只能说你没有拼尽全力,我相信如果你快跑的话,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,哈哈,毛毛她这样一说,小丽她笑了,小丽今天我们就来玩大鬼抓小鬼的游戏, 看我们谁跑得快。好啊,毛毛,如果谁碰到谁,谁就要定在那里。小丽那是当然的啦。 毛毛和小丽,他们两个都喜欢玩大鬼抓小鬼的游戏,因为这个游戏非常有意思。 好,毛毛,我喊开始之后,你来跑,我来追,好不好?好啊,小丽,只是怕你追不到我哦。 毛毛和小丽,他们两个都准备要开始跑了。 毛毛,做好准备,我要喊开始了。 开始!小丽,她一喊开始,毛毛疯狂地向前跑着,而小丽呢,她在后面也紧追不舍。 毛毛跑得非常快,但是小丽不服输。 毛毛,她跑得很快,但是小丽往前一跳,一下子就碰到了毛毛。 哈哈哈哈,毛毛,这下你被我碰到了,现在你要定在这里。 毛毛和小丽,他们两个的游戏规则已经定好了,就是谁碰到谁,就要定在这里。 现在毛毛已经输了,她只能定在这里了。 只有我说开的时候,你才能开,知道吗? 小丽,她发现毛毛定在这里之后,根本没有办法说话,她现在感觉很无聊。 好了,毛毛,开! 小丽,她喊完开之后,毛毛马上转过身,因为她现在已经自由了。 毛毛,我们两个玩这个游戏似乎没有意思。 小丽,小丽,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,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。 毛毛,那我们两个做其他游戏好不好? 好啊,小丽,做我们两个适合做的游戏,我决定要玩石头、剪刀布。 因为这个游戏在狗狗巡逻队,狗狗们都会喜欢玩,这个游戏涉及人员比较少, 所以毛毛和小丽,她们两个现在就可以玩。 好啊,小丽,看来只有我们两个,石头、剪刀布,这个游戏是最适合我们的。 好,毛毛,那我们两个就在这里玩石头、剪刀布。 如果再有其他伙伴过来,我们继续玩大鬼、抓小鬼,因为我们两个玩这个游戏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,所以要等一会儿其他伙伴,你说好不好? 好啊,当然好了。 小丽和毛毛,她们两个达成了共识,就是决定,她们两个先在这里玩石头、剪刀布,等到有其他伙伴来森林的时候,她们在一起在玩大鬼、抓小鬼。 因为现在只有毛毛毛和小丽,她们两个一起玩这个游戏,不好玩。 好了,接下来我们两个就玩石头、剪刀布吧。 小丽,我现在还是有一个问题。 哦,毛毛,什么问题? 你说吧,就是我们两个玩大鬼、抓小鬼,为什么不好玩呢? 就是因为我抓到你,就不可以抓其他人了,如果再有很多朋友的话,就很有意思,知道了吗? 哦,原来是这样啊。 毛毛,她现在明白了,为什么她和小丽在一起玩大鬼、抓小鬼会不好玩,原来是人员太少。 好了,毛毛,现在我们两个快一起玩游戏吧。 好,小丽,那我们两个就在这里一起开心的玩游戏。 就这样,毛毛和小丽,她们两个达成共识,决定在森林玩石头、剪刀布。 小朋友们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 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,记得点击订阅我们,宝贝。